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有關於計算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要把溶解度換成所謂的重量百分濃度 溶解度換成重量百分濃度 我用平常的寫法叫做100公克的水 最多溶20克的糖 要你換成百分濃度的時候你要注意什麼事情 那個是100克的水 可是百分濃度的分母要放什麼 要放的是糖水糖加水就是你的重點 這兩個寫法的分母不一樣 一個是放水一個是放糖水 40克的水最多溶10克 60克的水放20克 重量百分濃度多少 我們要請同學注意 有告訴你溶解度 有告訴你百分濃度的時候 計算前或計算後 最好在計算前就檢查 它到底會不會全溶 40克最多溶10克 表示10公克最多溶2.5公克 表示60克最多溶15公克 所以60克最多溶15克的 那現在給我幾克 20克 那我會不會全溶 我會 所以我要算這個糖 不是20克 只有幾克 只有15克 只有15克 那你也可以用40克溶10克去算 因為答案是一樣的 就是達到它的溶解度 所以我們帶的公式 下面要放的是溶液 上面要放的是溶值 溶液就是溶值加上溶劑 糖水就是糖加上水 要注意的事情是 你現在只溶15克的降 所以你要帶15 它有60克的水 所以要加60 那分就是15 不是那個20 不是那個20 那個20不是 那個沒有全溶 不能拿來用 只能夠溶15 所以後面就計算 算一算答案叫做 20% 所以我們的答案就選擇了是C 答案就選擇了是C 這就是一個溶解度 換成重量百分濃度的題目 然後要提示你 我們的分母要放的是糖水 要提示你 我們題目有告訴我們溶解度的時候 計算前或計算後要檢查 檢查它有沒有全溶 這就是我們的重要的觀念 OK 接下來就換各位來做一個類似題 小酸甲在20跟30的溶解度長這樣 30跟45克 一個試管放4公克 然後放10毫升 然後呢 來來降溫降到20度 澄清水溶液重量百分濃度多少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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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也一樣溶解度換成重量百分濃度 溶解度換成重量百分濃度 好來我們抽一些大哥大姐來 OK 12號 31號 你們翻沒有38 24號 上來 上來 快點 快點 大哥大姐上來 快點 123124 帥哥美女 上來 算 你算 3 老實說 題目有告訴我溶解度 計算前或計算後 要檢查 它會不會全溶 它現在有20度 它有告訴你20度的溶解度 要注意 要注意 算重量百分濃度 分五 要放的是糖 水 糖加水 不是放水 水 不會一次就回家坐 好,帥哥美女,这位大小姐写的比较OK,因为她有去检查,100克容30克,10克不知道容几克,只要能够容3克,她给我4克不能够全容,所以我只能带3克,所以答案呢,叫做10加3,水有10,糖有3,上面的糖是3, 不拉不拉不拉算完,那这位大哥就不知道很神奇了,你的那个13是哪碰来的,也搞不清楚,这样子不好,因为就表示你没有碰好,怎么说出来的,下次你就会乱做乱算,还有一位大哥根本就不会算了,那就更神奇啦,更神奇,这样子不是很好地,OK,好,我们说他们答案呢,有算的人答案都是百分之23, 老师说有告诉我容解度的时候计算前计算后最好计算前检查会不会全容,20度700克容30克,10公克10毫升就只能够容3克,所以给我4公克不能够全容,所以我只能够容减3公克,所以带到我们神奇的公司, 神奇的公司里面,底下放溶液糖水,上面放溶质糖,溶液就是溶质加溶剂,糖就是糖加水,水往里面带,我只有3公克会容,所以是10加3,3加10分之3,成100%,然后算出来就大概是百分之23,所以我们答案就选的是B, 这就是给溶解度,换成重量百分浓度的提醒,大概就是这个样子,OK,加油有人有问题吗?没有,很好,请写课堂练习